看好了衣服们 服饰全开 就打了武器的服 然后 顺链的服 其他服 鞋子的服 其他服没打 接着再带上一个神器 现在法伤几何 2400法伤 怎么样 哦 鞋子的服饰还没有开 还没 还不算极致啊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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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久没玩了 久了 太久没有那个这么极致的操作了 等等 等等 他们有点紧张 这就是129级第一人 这就是129级他妈第一人 奥托卖号啊 跟这一批人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他们把我赶走了 我跟他们有很大的关系 太他妈卷了 太他妈卷了 好 再把鞋子的服饰全部打开 好的 又要把风带戴上 看一下法伤 还行吧 没有啊 没有让衣服们失望吧 也就2400多 只打了这两个服 而且项链还能打多20年法张 衣服魔力服还没打 头盔还没有打 还行吧 怎么样 就这身装备我觉得 我觉得 很屌啊 但是在抖音 咱们cc 应该不会有人说这个装备不屌 但是到走到走走走音啊 感觉还可以再更新 就是 到抖音他们那批人他妈连号都没有的 感觉还可以再更新 啊 太屌了 这个已经是无双到牙齿了 基本上可以说是 到顶了 完全不用再更新了 这个是主播的号吗 这个不是 这不是主播的号 2400发尚 天呐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卧槽 10个技能的号不要高级飞行 虎神木 虎神木的话不需要高级飞行完美技能10个技能 自自养高满 很难理解了 大哥 杰哥你为什么 给他整两只 我靠 我靠 这就过分了啊 这就过分了 10个技能的号就开心 他这号 只有虚米一只 然后 全力一只 没有 过多的这个更新 现在带卷可能就是买个猪天了 但事实上他这样的号你已经不需要更新了 就是刷 然后哪天不想完了就卖 对不对 然后号卖掉之后还能挣一笔钱 装死了 装死了 怎么这个彩单到现在还能出发呢 很生气啊 我这上线之后只出发了一次彩单 啊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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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在刷皇室任务的时候有几率触发新春彩蛋五个号都有奖励啊 钱888666888 彩蛋这个就是彩蛋 你想改变了我们